立法院方面 立委今天就质疑了 消防署的一百多台负压隔离救护车 如果真的遇上台湾有禽流感患者的时候 真的可以派上用场吗 为了测试消防救护的应变能力 下午的时候立委当场就出了考题 不过对于消防署的表现很不满意 大陆H7N9疫情延烧 台湾也展开防疫准备 有立委指引消防署的负压隔离救护车 到时候是否可以派上用场 假使台大现在有一个马上需要负压隔离车的 来 你多久泡得到过来 如果到台大医院上 应该10分钟以内可以到 10分钟 那立法院15分钟了好不好 好 可以吗 可以 可以哦 15分钟 3 2 1 计时开始 OK 你现在告诉他马上派负压隔离车到立法院这边来 狂扣附近的消防分队立委临时出考题官员有些措手不及 不过负压车还是开进立法院 尽管消防员戴着防护口罩穿戴隔离衣和手套 衣着完全合乎标准 但还是超过原本预定的15分钟 这个成绩立委当然不满意 说起来是落差啦 随便一个抽考 那距离的这个时间 大概多花了一倍的时间 那我们希望消防署其他单位 还是要加油 因为不是真正的在执行紧急救护警务 所以他们就没有想紧报器跟警示 所以来的时间 因为还要看当时的交通状况 所以没有办法说很紧急的到达 其实消防队只有规定接到任务 必须在60秒内出勤 并没有强制要求他们 要在几分钟内达到目的地 但一旦发生疫情 抢救生命分秒必争 立委的临时抽查 着实给消防署一个震撼教育 有段TV 林伟旭 李王轩 台北报道